你听说过恐怖骨效应吗 一个机器人或者玩具 跟真人的相似度越高 你对他的好感就越高 但相似度高到一定程度时 你对玩偶的好感就会直线下降 不光没好感了 甚至会觉得很恐怖 比如说一只会笑的狗 是不是挺可爱的 但如果他笑的跟个人似的 是不是挺要命的 而当相似度继续上升 直到玩偶的外表 跟真人没啥区别的时候 好感度反而会重新恢复正常 而这一段好感度为复数的区间 就叫恐怖骨效应 究其原因 就是人对类人物体的反差感造成的 一个东西明明跟你长得很像 但你却知道他不是个人 所以在和他对视时 你就会不停幻想他眼球转动的样子 在2007年 一不以恐怖骨为灵感的电影 把这个心理学效应推上了高潮 这就是著名导演温子仁拍摄的 你瞅啥 再瞅我就要你命系列电影而死寂 说啊 上世纪40年代 马家屯有个著名的穆尔表演一助甲 马力小 这人牛到啥程度 穆尔不仅能发出和他本人不同的声音 甚至还能跟他同时说话 是不是挺瘆人的 一开始粉丝都看着挺乐视 没觉得有啥问题 迟到这天居然来了一个 胡了八戒的小孩 咱就叫他小盒饭吧 这小盒饭当众菜人台 那也是能乐意吗 我一巴掌踢死女性魔 第二天这小盒饭消失了 整个马家屯唯一的怀疑对象 就是跟小盒饭有过节的马力小 于是一屯的人冲到他家 把他舌头嘎了 从此一位优秀的人民艺术家 失去了自己的遗迹之长 没过多久 马力小留了封艺术 然后架客喜剧 遗书里说了 他要跟他制作的101个木偶 一起下葬 因为这些木偶 每一个都是他的孩子 最甚人的是 他要求医生 把自己的遗体做成人偶 完成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作品 从那以后 马家屯凡是插约过 迫害马力小的人 隔三插五就有人架客喜剧 受害人无一例外 都是被嘎了舌头 于是马家屯常年流传着一首童谣 小孩小孩你别叫 一叫舌头就嘎掉 时间回到现在 马家屯的人 已经被烧死的差不多了 就剩一些老弱病残 搁这等着嘎舌头 从小就移居到城里的小帅 对过去的事毫不知情 跟媳妇小美俩人过得幸福的日子 可这一天 他收到一个匿名包裹 拆开一看 居然是个小木偶 这个木偶不太对劲 他皮肤甚白 眼睛瞪得老大 就跟活的一样 不光是长得恐怖 小美一眼没瞅着 这木偶的头就撇过来看他 你看小美漂亮吧 那都是拿智商换的 就算他都没当回事 小美整了个枕头把木偶垫上 然后拿床单一蒙 想到小帅回来吓他一机灵 结果呢 他刚出屋客厅的音乐突然停了 然后烧水壶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 怎么回事 水壶没电了 小美感觉浑身发凉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意外 感觉不对的小美回到屋里 准备解开木偶头上的床单 可他刚一身手 床单突然废弃把它给蒙住 然后刷一下 把它掀飞了出去 痛苦的小美口吐鲜血 挣扎着往外爬 接着一股神秘力量 硬生生把它拽回了房间 小帅下班回来 看着满地的红色人都蒙了 媳媳媳妇 你撒饭前了 回到屋里 小帅看到床上的白布 他战战兢兢掀开一看 整个人都麻了 床上的妻子张大嘴巴 被嘎了舌头 仿佛死前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房子没有床入的痕迹 现场没别人的指纹 根据警员的经验 这事一般都是丈夫干的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 警员只能放小帅回家 想到之前接到的匿名快递 小帅怀疑媳妇的死 跟沐儿有关系 他绝对亲自找出凶手 为自己脱罪 很快小帅从沐儿的包装盒上 找到了线索 这上面写着马家屯 马力肖出品 坏了 小帅想到那首 关于马力肖的童谣 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带着众多疑惑 小帅回到马家屯 来找他的父亲 此时的父亲 因为中风 已经全身瘫痪 于是他找了个后妈 来照顾自己 小帅问他 马力肖的传说是怎么回事 可父亲却直言 那都是编出来 吓唬不听话的孩子的 而媳妇的死 肯定是另有凶手 小帅给媳妇办完仗礼 一个疯老太太 突然拽住他 然后一通胡言论语 说是马力肖杀的他媳妇 而且马力肖仍旧在这 小帅顺着老太太的木瓜找去 果然找到了马力肖的墓碑 于是当天晚上 小帅就带着木尔 来到了马力肖坟前 找到了一个 刻着比利的墓碑 而比利正是木尔的名字 果不其然 比利的棺材是空的 显然是有人挖出了木尔比利 然后送给了自己 小帅把木尔放回棺材 马大爷啊 你儿子我还你了 有事别找我啊 本以为这事结束了 谁知他刚回到驴股 木尔又出现在床上 原来自打小帅从警局出来 那个警员就一直在跟踪他 警员一直怀疑是 他杀了自己的媳妇 这会儿又偷木尔掩埋犯罪的物证 于是警员趁小帅离开后 把木尔给挖了出来 听到这儿 小帅头都大了 我真服了你个老六了 见鬼了千万别尽叫 因为你一喊 舌头就会被拔出来 这一切都是源于马力尔的传说 小帅在马力尔的剧院里 找到了他的笔记本 上面详细记录了 所有被拔出舌头的受害人 以及每一个人偶的设计图 而其中一页还写着一句话 与此同时 扫木人老万正打算把木尔 送回马力尔的墓地平息冤魂 可这时候 房屋底层传来老伴的哭声 老万爬进黑咕噜噜的隔层 发现这下面根本就没人 身后的门还自动管上了 惊恐的老万实际拍门求救 结果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马力尔的圣字容颜 老万吓得一声尖叫 瞬间他的舌头被嘎了 另一边从剧院回来的小帅 再次找到父亲 自问他 马力尔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没招了 小帅他爹只能说出了词情 嘎了马力尔舌头的 就是马家屯的村民 而当年父亲马小帅租出家门 就是为了让他脱离马力尔的煮躁 但显然这招没用 马力尔还是找上了门 整死了小帅的媳妇 此时小帅接到电话 电话那头是老万的声音 越来越去马力尔的剧院谈事 小帅并不知道老万已经没了 于是他来到剧院复语 而追查的警员也紧随其后 听到这声警员的无神论崩塌了 俩人来到剧院后台 发现一百个木尔全被挖了出来 排列的整整齐齐 而房间的正中央 还有一个特殊的木尔 这个人就是当年失踪的小和饭 此时墙上的木尔 突然一个接一个动了起来 一群木尔齐刷刷的先要看起 事到如今小帅也不噎着了 他隔空自问马力尔 你找马亚人复仇也就算了 为什么要整个媳妇 于是木尔告诉他 简短接触 这每一个木尔就相当于马力尚的一个曲折 他通过附身木尔 吓唬人来让他们尖叫 只要一叫唤 他就把人舌头拽出来 就跟当年他遭到的待遇一样 小帅点燃了剧院 烧毁了所有木尔 但在逃亡途中 警员不小心跌落 于是在本能的尖叫中 警员被马力尔拔了舌头 从小就家庭不幸的小帅 性格十分冷静 不管马力尔怎么吓唬他 他都能忍住不叫 逃出剧院的小帅 火气火燎的感觉老万家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木尔 比例没处理 但他来晚了一步 有人把木尔给拿走了 无奈之下小帅来找父亲 准备告诉他马力尔的事 结果父亲没见着 马力尔已经功夫多迟了 危急时刻 小帅赶紧把木尔扔进火堆 马力尔也一声尖叫 飞出了窗外 最后一个任偶解决了 小帅以为诅咒结束了 可就在此时 他看到了角落里父亲的身影 他刚一趁手父亲倒了 原来他爹早就死了 他也根本没找什么后码 是这个女人 一直在操控着父亲的人偶 同时挖出木尔寄给小帅的 也是这个女人 而马力尔笔记中提到的完美任偶 就是这个女人 她才是马力尔的最后一个任偶 终于小帅被残酷的神像击溃了 他忍不住大声叫了出来 谁都没想到 马力尔策划这一切 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击溃小帅 而他长达几十年的副手 也终于宣告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